周氏錦囊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事況 我是周忠俊昌 看到最近港股回調 其實不只是港股調 整個市場 可能大家有看Weekend的下週展望 都有提到 整個市場轉入官網狀態 港股升得多 所以跌得也比較多 但其實美股 美債 甚至一些商品 旗游等 都是有炮售的 另外 跟大家看看 今個月 即一月份 整體來說 暫時 北水買了什麼貨和沽了什麼 還有 上星期提醒了大家 比亞迪其實是不可以看少的 不要亂去沽 的確 這兩天 雖然市差 但比亞迪絕對是跑贏了 還要出賣盈氣 究竟 接下來 還可不可以追貨呢 稍後都會跟大家說兩句 昨晚 美股走低 道指跌260點 納指跌得更多 跌幅 227點 恆指的話 其實都是高開走低 中午跌280點 成交差不多900億 北水回來了 其實都稍微大一點 北水 只賣出 其實是26億多 如果中午來計 航運板塊 勉強叫做有得升的板塊 但大部分 尤其是很多重磅的板塊 今天做得都比較差 見到生物科技 尤其是 6O的股份 跌得都比較厲害 還有內房 物管 科技板塊 即是一些大型科技股 都是要跌 但雖然這樣說 外資賣A股 即是南水 都仍是淨買入 而且淨買入的幅度 最近都很大 今天中午都賣了84.5億 剛才說過 美國議息 應該說是超級央行州 再加上飛龍 但我想市場都是聚焦美國的議息 最近見到兩年期的美國國債 再次有一個知識率 再次上升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升到4.25的位置 如果市場基本上都預期 央行就沒有理由會再大幅加息 說真的美國 也可能今次加0.25 然後下次 即是3月的時候 再加多0.25 應該差不多了 加完 是不是這樣呢 按道理應該是 不過市場仍然是擔心 擔心什麼呢 利率期貨估計今年年底會開始減息 但聯儲局一直以來都比較鷹派 見到美國國債兩年期 如果市場仍然升穿到4.25 很大程度上 預視或者開始有些資金去估計 會不會 要是呢 為什麼兩年會是4.25呢 因為加到盡都是 今次來算 應該會加到去4.5至4.75 即是說 預期利率可能沒有那麼快減 即是在可見的將來兩年 與此同時 其實見到美元指數 也都已經計算到今天 連升四天 那麼最主要是什麼呢 或者解讀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開始在想 因為 鮑威爾或者聯儲局官員 他們絕大部分 都是說 今年不會減息 今年不會減息 那會不會今次 會後 鮑威爾繼續是 一個鷹派的言論呢 還是會轉弱呢 現在市場似乎正在炒放鷹 所以 看到調整會比較深一點 或者叫做明顯一點 而且同時 如果大家有留意 美國CFTC的倉位的報告 其實就 看到投機性的資金 開始加碼去做空美國國債 即是壓住 其實美債開始要回一些 即資金流出回美國債市 當然這也可能和債務上限有關的短期之內 我覺得長期是買入位 但是短線來說 看到資金做空 受壓都難免 所以當息口上去的話 對科技股比較不利 看看北水這邊 其實北水的話 一月份 看到這幅圖 很明顯零是在這裏 不好意思 沒有畫到 但我想大家有留意的事 都知道 是開始 一路之前都一路買入 開始賣出 甚至乎去到最近幾日月底 那賣出的速度 明顯加快了 如果昨日來計 只賣出差不多70億 這個數字 其實有多大呢 其實自從去年10月底 即兩會之後試過 之後都沒有試過 即是說是賣得這麼多 會不會多多一點 是有些轉勢 或者明顯是不同了 我覺得這個要警惕一點 因為指數之前 一直都和大家說 是22,500到22,600多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沒有覆蓋出 就是我預期的阻力位 現在的確有去到這些位置 有些回調 而且留意一下一個趨勢 就是看到北水三大增持是什麼呢 在中國計劃的是 其實是中移動 是正式的 增持四十三億左右 然後是中石油和比亞迪 都是增持一整個月 即是截至30億 都是增持10億左右 而另一邊商 是騰訊 大家都看到騰訊同美團 加上沽了80億元 其次是沽了30億元 所以總體來說 似乎對於科技股是比較差 不太友好 反而買中移動 我覺得是有點避險 或者追求穩定 中移動、中石油的趨勢 就是這樣 這就是上星期四 有片為證 已經提醒了比亞迪做得不錯 雖然股神繼續股貨 但比亞迪做得不錯 現在有什麼更新? 當然比亞迪認起了 有些行有調升他的目標價 我暫時都沒有提升到420 但是提醒大家 250元是短期的阻力位 而且這個位置以上 巴奇最近又開始積極 我自己看到 繼續都是 但比亞迪 整體來說 我覺得電動車是太弱流強 比亞迪明顯比其他電動車品牌 比亞迪更厲害 比亞迪更多 而且是可以跟Tesla上訓 在中國市場 這一個整合的情況下 我覺得對於大型的龍頭來說 對於大型的龍頭來說 反而是有利 雖然連補貼都說完 但一些地方都會把補貼 电动车下向等消息也有 不是完全没那么差 所以短线2.50是阻力 如果比较大胆快手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有机会回到2.35 小住真的小住,短炒一下 最终会打穿这条通道 继续升上去 可能有机会上回到2.35 然后2.50可以沽到 当然如果看到跌穿这条通道 之后可能继续留意更新的Facebook 或者是祖师锦朗的更新 那么就要做一些风红离场 当然这个真的是比较投机的操作 好,跟大家今天分析了这么多 首先一定要like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在你的Facebook 或者给你其他朋友 多些人可以听到我的节目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